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圣哥班直播间 你们昨天太给力了,我们已经收获了15000次的浏览 希望今天可以继续 昨天我们在高大上的外滩中心 观摩了圣哥班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会 今天我就来到了我们位于上海川沙的工厂 圣哥班石膏建材上海工厂 来看一看我们的资深能源工程师张浩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人才怎么样在圣哥班生产的第一线 来展现他们的才华 张浩是圣哥班石膏建材中国的资深能源工程师 同时他要是配方工程师 同时他要是圣哥班石膏建材中国年会的主持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谁说理科理工男不可以有文艺情怀 大家看到了 好,我现在就把我的话筒交给张浩 张浩,你来 哈喽,大家好 刚刚非常感谢那个凯瑟人的一个夸奖 那个我呢是能源工程师 主要是负责圣哥班中国区的能耗管理和能源改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呢是14年3月份加入圣哥班的 然后今天呢我们现在是在上海工厂 待会呢我们会在会和上海工厂的同事们一起进行一个项目之前的一个准备会议 在会议结束以后呢我们会对现场的一个开拓的物化风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测量 好了,在会议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一个上海工厂的同事们 在我左手边这一位是我们上海工厂的 可以说是我们称得上我们上海工厂的一个老法师了 我们电器主管行东充先生 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好,坐在旁边这一位呢是今天要跟我进行现场操作的 然后我们圣哥班新进的我们比较帅气腼腆的电器技术员 我们的小陈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坐在对面这一位呢是我们即将退休的我们资深的断烧区生产主管 然后我们的潘强先生 大家好 坐在这位呢是我们那个看上去就风流倜傥 然后英俊潇洒的我们要着重介绍的我们上海工厂的电器工程师 我还接着我们上海工厂内部的一个能源管理 我们的赵鸿先生和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觉得大家还是挺紧张的哈 然后我都已经放松了 大家还是有点紧张 好了,然后我们言归正传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测试项目上来 然后测试目的呢 我在测试计划当中都已经早上的时候都已经给到大家了 大家应该很明确 然后人员安排这一块我都简单再强调一下 然后赵峰和行工呢 主要是负责系统风机的这一块开启 还有维持还有参数设定 然后我们按照正常的运行的时候 我们把参数设定到百分之百 好吧 这个没问题 小陈呢和我呢主要是负责现场的一个测试工作 然后还有数据的一个记录 这个呢我们跟小陈应该是有很多次的一个合作了 所以说今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老潘这一块 你主要是负责现场的这种协调 还有应急事件的一个处理工作 这边因为本身就你的区域 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啊 然后测试部组这一块呢 然后行工和照封这一块 你们到现场以后要进行一个 封压的一个测量 直接在现场 然后我和小陈会到二楼平台的话 然后跟你们交流一下 然后等你们封压测量完成以后 我们来测量一个风量 我们通过对讲经常进行交流 好 这个对我们测试的一个流程上面 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最后再强调两点 一个就是我们人员的一个安全 我们的PPE的一个佩戴 因为我们现场可能还有噪音 所以说我们的耳塞 再到断烧区域的时候 耳塞一定要佩戴好 好吧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测量仪器的一个使用 仪器的一个使用 测量仪器的使用 然后我们到测量设备的时候呢 要避免碰撞损坏好不好 好 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到现场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啊 刚刚镜头可能没有给到 我们办公室里面啊 为什么放两块石膏板 这两块石膏板啊 是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刚装修过 所以我们放了两块分解钾片的一个石膏板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迷信产品 然后我们待会我们到现场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我们经过我们堆舵的区域 能不能看到我们这种石膏板成品的 好 我们现在到现场 我们过去 好了 这个是我们上海工厂 我们马上 呃 右手边这一块 是我们上海工厂 现在比较创新的一个员工认可体系 然后呃 在各个岗位上表现出色的员工都会在这个公众网上啊 进行通报表扬 这是我们上海工厂独创的一个创新体系 好了 我们说到上海工厂的 我简单要给介绍一下我们上海工厂 我们上海工厂是一家有着二十年历史的这样 一个文化抵御那个工厂 然后它也是见证了我们石膏建材在中国的一个发展历程 然后在我们左手区域 左手整个这一块区域 是我们石膏板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板线 我们所有的这种石膏板的产品都是经过这个区域 都是通过这个区域 然后生产出来 然后回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成品的一个堆放区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的一排一排的这种成品堆坐 我不知道大家对我们圣哥班那种建材的产品有多少了解 除了我刚刚在办公室介绍一个分解甲权板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其他的产品有没有其他的了解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我们很多这种产品 通过包边带的颜色不同 还有纸面的颜色不同 我们进行了一个区分 好大家非常幸运啊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块 镜头可以给到这一块 这个啊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发货啊 就是基本上啊 我们很少在工厂内能看到我们新生产出来的这种分解甲权石膏板 然后在旁边这一块 旁边这一块应该是我们最新最新研发出来的一个哈比特板 用来代替我们的木工板 然后它是一个无甲权的完全可以替代木工板的一个使用 我们可以给个镜头啊 看一看啊 分解甲权板呢 我们再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的分解甲权板主要是分解净化甲权 可能跟市场上其他的这种分解甲权 分解甲权板 作用还是不一样的 市场上更多的分解甲权板可能是物理的一个吸附 而我们是分解净化 所以我们是一个专利技术 我们来看看右手边这一块 右手边这一块 这是我们WCM的上海工厂实施WCM的IM看板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 这个是我们的 推舵区是吧 出版区 出版区 出版区是吧 还是我们的出版区 上海工厂的出版区的IM的一个看板 好了 那我们现在继续 我们继续往前 然后待会呢 我们会就到我们的断烧区域 断烧区域 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 有没有感兴趣 就是说 我们在圣哥班 也就是500强工作的一个体验是什么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例子 以我自己的作为一个小例子 那么在加入圣哥班之前呢 如果有人问我工作在什么单位 我可能会很敷衍的会跟他们说 我在电厂工作 我在梅花工设计院工作 但如果是现在 有人问我说 你在哪里工作 我会非常自豪跟他讲 我在圣哥班工作 行动怎么样 我们这个广告家众怎么样 我们感觉是一样的 非常那个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感 然后待会呢 我们会到我们的一个断烧区 那么断烧炉呢 是我们整个生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对 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 因为它的质量好坏是 直接是影响了我们石膏板了 影响了我们石膏板的 那么在我们在2月份到3月份 我们进行了一个大修 对 我们断烧炉大修以后 我们的能源 应该说数据非常好 对对 我们的能耗大幅下降是 然后 然后我们能源审计 其实也是在热态正常做的 在冷态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做 对对 那么今天是实际上是非常难得 今天正好是上海大修 上海工厂的一个大修 对对 是计划维修 所以说我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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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非常幸运 我们是安排上面非常幸运 对对对 正好可以测一下 那个冷态上面的一些数据 对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也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后面的这种 空燃笔的一个调节的话 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风景 你的参数 你的风景参数 对对对 我们数据可以收集到 很好的一个数据就是 对对对 好了 这块区域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断烧区域 可以给个镜头看一看啊 大家可能 看到这个系统 感觉很复杂啊 感觉很复杂 好了 我们再往前面走 就是我们今天要 要进行测试的一个设备 然后进行测试的一个设备 主体设备 让一个风量 好吧 在我们往上去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地方的噪声还可以 然后等到再往上去的时候 我们的呃呃噪音可能更大一点 所以说我们把那个耳罩带好 然后我这边带了耳塞 好了那我们现在到 好那我现在我们到现场那边去 好吧 好你们在现场会 待会儿我们有 其他需要我们用对讲机 好吧 啊因为我们这样是 呃上下楼梯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种 呃我们的手套 也要是专门的代号 那么在上楼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的扶手 呃一定要是手是呃 一直是在这个扶手上面 然后我们在底下 也专门有这个计划 好了我们现在 啊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了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测试现场 然后马上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风量的一个测量 然后呢主要是由我们的小车呢进行测试 然后我进行一个数据凌克记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展示一下这个 这是我们的呃测量的一个神器啊 我们在能够上面是非常用的非常多 我们用了非常多的一个呃测试 然后我们主要是测量它的一个风量平衡 还有一个呃能量平衡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测一个风量的一个平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哈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还利用了一块抹布啊 这块我们主要是负责 主要是为了防止我们的西风 西路我们的管道当中对我们的测试 造成一个影响 好 我们因为这个管道根据管道的粗细部分 我们会测量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点呢 我们要测六个点 然后每个点我们测试组数据 然后将十组数据的平均值记录 老师这边怎么样 有问题了是吧 我们现在来测第一个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能测到它的一个风量 我们十个点作为一个平均值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风量是24.25 我们再把这个数据 技术数据收集以后 我们会回到现场 回到办公室 然后通过数据处理 然后算出它的一个风量 第二个点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值管段 所以说我们测试的每一组数据 基本上都是很相近的 它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值 好 我们可以看到是23.82 第三个点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得不先暂停我们的拍摄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测试工作放到线下来进行 那现在呢 我将我们的直播 转给我们的Cathlet 做个总结 好了谢谢大家 今天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更多的了解了 圣哥班的工厂 我们一线的员工如何 一线员工的日常 那我们的直播呢 今天就结束了 但是圣哥班的国际开放日并没有结束 还在线上进行 所以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微信微博和 明天 来关注圣哥班进一步的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